1.大神唐一新换脚吴锦炎 之前有消息说,吴锦炎曾经是八百的女主角人选,是遭到唐一新后来顶上,而事实是吴锦炎只是试过这个角色,但最后没被选上罢了。 其实吴锦炎类似的通稿有过很多,除了唐一新,他还碰瓷过半冰冰陈小二大神,陈伟霆为什么不怎么上综艺,陈伟霆在大陆近几年基本上主攻电视剧,在综艺里基本上没有她的身影,其实这和她的前前任女友AB有关,毕竟AB主攻综艺到处都有她的身影,虽然当年AB很喜欢陈伟霆,但是陈伟霆后来可总是截胡自己的阿莎在一起了,AB怎么会高兴呢? 三,大神,马苏要回归拍戏了,虽然之前的是对马苏的口碑影响比较大,但是毕竟演员是她的本职工作,而且她的演技也不错,在圈内的人员还是可以的,现在她接了一部阿里投资的剧,虽说片酬一般,但好过没戏拍,也算是试试水,慢慢开始冒头。 四,大神,邓伦拍戏有替身,现在演员有替身不是个新鲜事吧,她在片场主要就是帮邓伦站位,是光什么的,因为长的还可以,杨子的爸爸就看上她,还准备签约来着的,不过后来她被推荐给了其他老板就签给了其他公司,还想看大神爆料哪些明星呢?欢迎到后台提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